近日一名江苏女子在微博上高调显摆并炫耀自己在政界和领导们的暧昧特殊关系并暗示自己也是公职人员 谢谢高副处长的礼物 我会好好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警科长知道我心情不好 送我礼物超好看的小香蕉 有幸在一众政科和副处级干部中拥有小小的一席之地 这名江苏女网友在炫耀并晒出高副处长送她礼物的博文配图中 一张疑似三点式情绪内裤的礼物照片更是引发网友关注 特别是背景还是在酒店的包房中一度引发热议 淘宝搜索显示 该款三点式情绪内裤售价139元 价格似乎也不太贵 但是看设计确实有一手 而在另一篇炫耀井科长送香蕉的博文配图中 显示的是一张贵金属奢侈品香蕉摆件 肯定是不能吃的 但是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 而背景图片同样是在酒店房间 在该名女网友的微博中 有着大量在办公室工作和疑似出席党政会议的照片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她是政界的一名公职人员 那么她频繁在酒店房间内收到不同领导送的礼物 这又会是什么关系呢 嗯 是的 没错 除了全色交易日后提拔外 我也实在想不出别的了 难不成会是因为爱情 哈哈 虽然这名女网友公开的照片看不到她的容貌 但是身材却十分出众 高调火辣 前凸后翘 确实有着让男性领导如鸡四可荷尔蒙发酵的天然资源优势 但是很不幸的是 这名女网友的高调显摆 不仅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也可能害了送她礼物的领导们 这部江苏互联网违法和有害信息举报中心针对此事专门做出了回应将进行调查 不过 调柜的事可能是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以及来自官方调查的危险气息 这名江苏女网友在删除了全部微博后 在今天下午又突然发出了一条微博寄信回应 大意是自己早已移民新加坡 其微博账号被盗用 那么真的是微博账号被盗了吗 尽管该女网友在声明博文中特意添加了新加坡的定位 试图让大家觉得她人正在新加坡 但是官方IP定位却出卖了她 因为官方的定位地址显示 她人仍然是在江苏 哎 估计她已经下榜了 如此低级的错误都犯 但是又能怪谁呢 只能坐等后续报到吧